高云祥案持续发酵至今,最不缺少的就是国内外网友和媒体的强势关注。 在近乎言和的条件之下,此案历经三个多月,在悉尼当地法院已经多次开庭,高云祥还是已付出天价保释费的代价,终于二次保释申请成功, 得到了成功保释,并与妻子董玄居住在一起,但相比另外一个主人公,王晶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,保释失败的消息,对于他来说,意味着什么想必网友们也是心知肚明, 这个案件从一开始就有很多疑云,法院多次开庭也无法定案,而高云祥方也多次向法院提出保释的请求,不过始终都被法院驳回了, 高云祥案保释庭审结果公布,法官批准了其保释申请,据外界多方分析,此次能保释申请得以成功批准,多亏了高云祥妻子董玄的积极奔走, 有传闻董玄为了将高云祥保释出来,砸千万巨款,此次的庭审时间虽然不长,但高云祥的律师团队, 却再次提供了新的证词,而案件中的出租车司机的证词将成为最重要的证词,据悉,当时的高云祥并不在同一辆车内, 王晶和受害人在车上具体做了什么,也只有这位出租车司机可以出来作证, 并且在高云祥被保释出狱的这段时间里,也爆出了很多证据, 比如受害女主曾在御史先后与王晶与高云祥发生关系, 让人怀疑是否是自怨,而高云祥此前也在声明中表示,受害女主曾对自己有好感, 更加疑虑的是,受害女主还不时爆出一些负面消息, 比如受害女主的证词多次变更,存在疑点, 要求高云祥民事赔偿五千万亿,出现在赌场乐不停, 还包括受害女主的公司是皮包公司,有靠刺色, 遗蓝生意的前科等等,使得社会舆论开始质疑受害女主, 局势也似乎对高云祥更加有利了, 再加上早在保释案中,高云祥团队就给法院提供了相关的视频, 作为重要证据,视频的内容是王晶和受害人举止亲密, 而这次庭审再次提供了新证据, 而这两项重要的证据也会让王晶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, 有网友认为,高云祥律师团队简直就是在甩锅给王晶, 不知道王晶该做何感想呢,不知道一直保持沉默的王晶, 接下来会不会有新的动作呢, 在案件的具体走向,还得看受害人女方会有作何举动, 如今,无审再次开庭,此次开庭,警方也将提供新的证据, 只是,就算高云祥成功洗脱罪名, 但回国也将不再被观众认可,而一旦败诉, 高云祥最尽可能也要在澳洲监狱待上20多年之久, 而最高则面临无期徒刑。